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3年7月26日 今天是星期三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時事 我們這一節要繼續探討 香港的成績表 話說最近就是李家超 居然走去 新加坡學人搞訪問 要是不去 一去到這個 新加坡 將香港 還有現在香港這班官員 拿去新加坡跟別人做比較 正所謂 沒比較 沒傷害 你不去也有自可 一去就被人發現 現在香港 的情況 非常非常非常惡劣 不去 反而沒有那麼醜怪 由原本香港 在這個亞太地區 根本周邊的城市 沒有一個可以追到香港 國際城市 國際金融中心 再走到今天 2023年 現在的香港 真的可以用不知所謂來形容 有學者分析 現在香港 無論是在任何的方面 不單止已經被 新加坡徹底 拋離 更加香港現在 又原本遙遙領先 再去到今時今日的地步 香港 根本是連新加坡的競爭對手 都已經談不上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這個也是本台的呼籲 由於本台 受到政治打壓 所以本台 差不多每年一度 又被中共 國安攻擊 我們最少 每年被中共攻擊一次 上年也是7月份 7月份 又是將我們 集中火力大大力攻擊 今年 雖然矛頭 表面上不在我們上 但是實際上繼續對我們出手 結果我們主頻道又被封鎖了 最少封鎖了十幾天 然後我們現在能夠上載 但是就是 把我們的盈利戶口和免費模式徹底停止 我們被罰最少停止三個月 所以我們目前 只能夠靠後備頻道運作 我們也是 正在用現在這個星期二日報 請大家記得繼續轉發我們的節目 轉發我們後備頻道的連結 我們也是希望大家幫忙 希望大家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還有訂閱 後備頻道的會員頻道 一旦我們的主頻道 能夠正式恢復免費模式 我們一定第一時間 跟大家立即去說 希望大家記得 幫忙支持 我們是有些事項正在處理 所以8月份 8月份的行程 是有所更改 原本我們的計劃就是8月尾 去加拿大 我們現在很可能需要將行程 押後 而9月份 由錢志健先生主辦的這個世界 香港輪壇 我們會盡量 用視像的方式出席 希望美加的聽眾 原本可能打算 8月尾、9月頭看到我們 我們可能要將時間 押後 因為我們手上有些事情正在處理 希望大家可以注意 話說這個失敗者李家超 剛剛結束這個 訪問新加坡的行程 去到新加坡 就是走去見 別人的總理李顯龍 李顯龍看到你李家超 心底淚一定是恥笑 雖然 作為做官做了那麼久 看到你 表面上 一定說 客套說話 而 香港和新加坡兩地的實力 比較 就是成為全世界人最關注的焦點 根據多方面的數據 自從2019年開始 新加坡的經濟 和政治力量 就是大幅度拋離香港 說政治不是說民主的部分 我們稍後再詳細論述 只是說 那些官員 的履歷 即是CV 香港現在也是輸到 一敗途地 現在香港 就是當政的這一班人 在學歷上面 全部比起新加坡 是完全望塵莫及 不能夠相比 而且 更加有很多學者認為 現在 香港根本連新加坡的競爭對手 都談不上 而新加坡 繼續成為國際的輸納 而香港 連成為中國大陸區域的輸納 都有問題 甚至乎根本就不是一個輸納 根本現在的香港 除了天天 跟你說國安法 國安法 脫離親戚關係 支持國安之外 沒有任何東西在說 作為一個城市 你的目標是甚麼 你的定位是甚麼 完全 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再加上 香港這一群垃圾 不斷 向美國 放箭 叫美國 要對他施加壓力 再加上經貿辦 在美國也被人取消了 還有一大群垃圾 出來說好事來的 省錢 你慢慢留一點 錢啦 留下來拜山嗎 留下錢來做甚麼 葉劉淑儀 其實我前天說漏了 本來打算說葉劉淑儀 怎樣拖累這個袁利昌 結果那節 說得太興奮了 忘記了說葉劉淑儀 葉劉淑儀還出來跟你說 節省一些錢 節省一些錢來看醫生 作為一個城市 沒有得節省的 節省了就要留下拜山了 那些錢本身就是要發展的 本身那些藍絲 叫得最大聲的就是要發展 你看看你現在發展到甚麼樣子 新加坡 完全把你拋離 你現在變了 不是國際金融中心 是國安中心 繼續搞通緝 繼續去抓異見人士的家人 記得抓容凱恩 把容凱恩老爸 罵完了 當然有些時候好像炒菜 這個節目也要炒菜 要給一點點 火花出來 我們如果純粹抽空 非常之 客觀 只是說 純粹的分析 我們絕對 這個節目 兩位主持我們可以 很有信心告訴大家 我們一定做到的 但是我們作為香港人 如果我們連 真的小小的路火都沒有了 我真的跟你說 我純粹做分析就算 這個 不是 我們覺得我們應該要做的事 請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本台 是代表香港 的其中一部分 如果純粹不是的 我聽你 因為你的專業背景 我只是想聽某些東西 其實 你可以聽 其實我不是很歡迎 如果你覺得 聽了這個節目 那麼久 我們那麼認真跟大家說 那麼有怒火 對著中共 港共 如果你覺得我們純粹 是在說笑 真的不好意思 我真的邀請你 不要再聽這個節目 話說李家超就是在24日 完成了兩日訪問新加坡的行程 李家超就是走去了總統府 見總理李顯龍 然後向對方 逐一介紹隨行官員 雙方更加是 比拼港英文 香港可以說得上是徹底懸敗 本身新加坡 就是用英文作為基礎 而香港 香港那麼多年來 雖然中文 和英文並行 但是實際上 會話的流利程度 以及現在你看到的這些高官 他們的英語水平 是沒有可能拍得住在新加坡 再比拼就是學歷 李顯龍 就是在劍橋大學 數學系畢業 然後再讀 哈佛大學公共行政碩士 這個香港的官員 特別是李家超 真的可以說非常失敗 他作為香港的特首 他的學歷是絕對不能夠 跟李顯龍相比 當然 我們也知道 現在不是純粹要比較學歷 但是 學歷是其中一件事 你香港 的官員 是怎樣也比不上 而學歷那麼差 的這一班是沒有官 居然佔領了整個 港共政府包括李家超 陳國基 曾國衛 還有 鄧炳強 只是看看官場 架構 所以這些就是閱讀政治 你看一下官場的架構 你就已經知道 兩個地方 是沒有得相比 雖然 新加坡 也不算是一個 很民主自由的地方 新加坡也是一個 專制的政府 但是人家 最低限度 那些藍絲最喜歡說的 要找精英嘛 人家的精英又比你更精 人家的開放程度 雖然也是專制 比你更開放 那你還有甚麼說話好說呢 說英文 香港不用說的 一定不可能贏新加坡 雖然新加坡的口音 很多人都覺得 也不是真的很正宗 但是他們的輸寫能力 因為由於 他們主要用英文作為基礎 所以在國際城市 比較上 其實新加坡一直 在對外溝通方面 跟香港比較 都是新加坡 佔有 更加重要的 是 新加坡的官員 在說的是精英 自新加坡 香港 就是一大群 垃圾出來跟你說 我要聽命令 我要效忠 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出來領導 還是出來效忠 就已經斷定 你管治這個地方 根本 在做 一個是看耕 即是不是做保安局 你是在做保安局 你是在做保安局 再加上香港的移民潮 大爆發 根本香港在各方面 都沒有可能再跟新加坡比較 除非 我們看到 香港被光復那一天 如果不是 你也很難想像 香港是有機會可以追回新加坡 所以 李家超作為香港的特首 他去 新加坡所謂做訪問 你與其說是做訪問 你不如 就是說香港是一個難度不堪 再在就快 全世界都要制裁你的時候 硬 口轉面皮 是去新加坡 假裝有得交流 實際上 你這一班官員 跟新加坡可以交流的地方 非常有限 如果這個世界真的有命運 現在 香港 肯定這段時間 他的命運 他的地運來到終結 除非發生一件很大的事 改變 除了變天之外 我看不到 有任何東西可以令到現在腐敗不堪 的港共這一班 是官員 港共政府 是可以改變 我們這一節也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人會不會有所謂的 有任何東西可以改變 你的 免衞